原住民社區的攝影記錄家 他是非常愛鄉土 非常愛這一塊土地 他到鄒族裡面去註點 長期幫他鄒族拍東西 紀錄東西 然後為他們鄒族的一些事情發生 一個漢人 然後被鄒族接受為一個 一個漢人的原住民 他們給他一個鄒族的名字 這個人是一天花費大概不超過五十塊的那種年輕 現在大概四十四十七歲 很瘦你知道嗎 我因為我自己的發展走媒體 我都那次台中之後 我們就有聯絡 可是很久沒見 十年之後我像那時候皮包補一樣 很瘦 我說你到底有沒有吃東西 他說吃東西不重要 然後他就是把所有錢全部 這樣的人啊 我當時就看到他這個特質 他也很尊重 我每一次 有一次 第二次去見他的時候 我跟他談了兩個小時之後 他竟然從桌底下拿一個錄音機出來說 嘿嘿嘿老師我都錄音了 上次沒有錄到可惜 因為他重視我的意見 你知道嗎 我要去看他之前我是有準備的 所以如果你們認真拍 我幫你策展啊 我幫你看照片啊 不要說你是在社區大學就不怎麼樣 不要有這個印象 你今天聽我這句話 你把攝影當作一個深刻愛好 OK 如果你關懷動物 你就拍動物啊 像那個拍多好對不對 殺狗的那個 狗在台灣 貓狗在台灣 很重要的議題啊 是因為我們這裡頭的 對於動物的那個保護啊 不管是法令還是 棄狗的問題很嚴重啊 我家養貓養狗都養超高齡欸 我家的狗都二十歲才過世 前不久才過世一隻老狗二十歲啊 貓養到十七歲才過世 都是都是簡單的 我也知道啊 那重點就是 每一個題目必須深入才有可惜 那你不要以為說 主照你這種 報導攝影的主題上面是很大的錯了 剛好 報導攝影的題目要從小處左眼 左手 如果你有在看我的臉書的話 拜託加入我的臉書好不好 臉書我的名字就是本名 你有看 我最近有寫一個東西是說 有一對夫妻啊 國外的喔 加拿大 他們一天到晚吵架 打架什麼的 然後 小孩子有兩個都在旁邊啊 那攝影記者是一個女的喔 很年輕喔 有辦法在她們吵架的時候 有辦法在她們做愛的時候在旁邊啊 那 那她其實是在講家庭暴力 家族暴力的問題 一個家族暴力不是很大的社會議題嗎 對不對 那可是她就是從一對 那個分分合合的夫妻 左手取得她高度信任 然後把她故事拍出來 在這裡頭的好的主題故事呢 都是有這樣的張力的 它都是長期深入的根 像我很深刻的有一組作品有沒有 《流浪兒之父》 有沒有看到 濟南有一個撿破爛的老先生 她呢 都到濟南火車站啊 去找那個流浪兒 就是 就是離家出走 或者是 自己不曉得怎麼去啊 去那邊找 那種 流浪兒 把她領回家裡 家裡有十幾個都還不夠 然後她所有的撿破爛的錢啊 都已經 買食物啦 買衣服啦 收養這些 然後她過世的時候 她一輩子這樣子 做了一輩子喔 過世的時候 濟南的市民啊 為她舉辦追悼會啊什麼 那些小朋友都哭得不成人心 你看 這個故事攝影者呂霆川 紀錄三年 長期的 題目這樣深刻 她比攝影 比電影導演 比私人 比音樂家都還深刻啊 所以主題故事呢 不是說那個題目 你要不要拍 而是你身邊就有故事 小題目 深刻的小題目 你家人的 或者你的鄰居 或者有深刻的題目 請你有事沒事去拍 累積久了 就是好的故事 故事就在你身邊 故事是需要你來實踐 故事需要有你的觀點 跟你的表情 當你拍的過程 你有問題 你可以來找我 寫E-mail給我 寫臉書給我 我會給你一些意見 這樣子 因為那個裡頭有一些 關鍵的 關鍵的觀念 或者是結構需要掌握 才不會浪費時間 這樣子 這樣子 那單張照片本身呢 就是說單張的 單張是強調 時機的掌握 然後那個意義的圖片 然後那個本身的象徵性的把握 像單張照片就好像這個 主照的主照片一樣 是同樣的意涵 只是說 主照是在一個議題上面 它是比較多元 比較有它的內在的故事性 沒辦法用單張來涵蓋 好 那 主照有一個特性 叫八個字 叫做 單張獨立 彼此串聯 這八個字 單張是獨立的什麼意思 就是它 每一個單張代表這個故事的每一個面向 好 每一個面向是由一張單張來代表 那既然要追求一個面向的代表性 就是那一張不能重複 同時那一張又代表那個面向的獨特性 代表得很好 換句話說你那個獨特性 那個單張的那個面向 必須拍到最好的程度 才叫完成 那任何好的主照 必須是每一個單張都執行徹底的 組織起來 形成一個主照 如果每一個主照有十張照片 就是十個層面 都要拍到獨立的 很強的 執行徹底的單張 這樣了解嗎 獨立這兩個字記住就是不重複 如果你說 大場景中景特寫 我要這個題目比較大 我要提供客戶 客戶給我兩萬塊 就我把一個活動兩天 拍得很完整 那我大場景可以拍三張五張 每一個角度都不一樣 叫做獨立 我給他二十張 終景 每一張都不重複 可是每一張都執行得很徹底 那特寫也是不同的面向 那彼此獨立 那單張獨立彼此串連 串連起來就是一個完整的 是這樣子的 因為你不是用video來拍啊 video拍基本上也可以用上這個概念 比如說人家拍video的時候 你當然要拍個大前景 然後進入中景 然後進入特寫 特寫就是這個畫面 那中景就是我們在講解的這個場面 那大場面就是整個規模要出來 用這個概念去做連結 這樣就對了 是那個打開合會 像那邊有那個平分 就是千丈的頭子 那他就叫每個人拿著自己的 仙人的照片 ok 行文攝影或者是祭時攝影 有一塊叫做肖像 人物肖像 尤其是肖像 人物跟肖像怎麼區別呢 有的時候像荷蘭新聞攝影大賽 他已經把肖像跟人物區開了 分開了 人物是說不擺拍的 新聞攝影人物或者是一般的人物 比如說他在看看我的時候 這個表情多好多帥 他在看我的時候 然後你在旁邊呢 就拍下去 你就從這個角度拍過去 你看他這個表情 生動 然後微笑多麼可愛 這個個性鮮明 這樣叫做沒有擺拍的人物 這叫做人物 可是有擺拍的人物呢 叫做肖像 英文是有區別的 英文的人物叫Personality Personality 是有個性的人 可是肖像叫做Portrait 對不對 我們知道這個差別的 那你剛剛說的這個師粉者 那個是擺拍的肖像 而且他是用那個題目 來張 用那個他的祖先粉被挖了 來表現 一張一張 有眼光 那個題目啊 昨天我們開幕的時候 張照常老師 還有一些拍專題的老師 都有提到那個東西 這個題目是他最深刻的 有眼光 那那個肖像是這樣 擺拍喔 擺拍是在新聞攝影被承認喔 你要跟人物區隔開來 你要知道了嗎 我特別舉你一例子 你就不可能混淆了嘛 擺拍是說OK 我要你跟我配合 你要針對一個個性化 或者是你的獨特性來做 做像那樣的一個 比如說你手裡頭拿一個什麼招 招貼啊 或者是你有什麼主張啊 或者是你拿著一個旗子啊 你是某一個代表人物 然後你有一個旗子啊 然後你是看著鏡頭的 擺拍通常是看著鏡頭的 人物通常是不看著鏡頭 因為你是非常的主導他的 你的燈光的選擇 表情的選擇 那個眼神的拿捏 或者道具的什麼選擇 或者是你的主張的表現 通通是創造性的 是攝影者自己的決定 攝影者自己決定要怎麼去表現 透過這個人物來說一個事情 透過他這個人物來說事情 這叫笑笑 這樣了解的嗎 所以那個作者 用那樣的東西來表現 那個他請那個 他們的親人 蹲著或者站著拿著 墳被挖的那個造型 那會產生衝擊力 你要看到他那個地上 剛被挖過了泥土 然後呢 朋友是這樣 親人是這樣 很強是不是 很深刻啊 是這樣 所以謝謝你這個問題 那我想他這個問題很好的 幫大家理解 我們還有多少時間 今天時間 那 還有什麼問題 你的問題需要解答的 我們以後還有機會 我太多東西可以分享了 但是你們記得要拍東西 因為攝影啊 聽了半天不如拍 拍完了再來討論 因為攝影師第一線的事情 一定要拍 拍了之後累積才會快 觀念會很多成績 最後一點呢 就是說 數位攝影的時代 你的街調管理 必須懂 你去上網 臉書找一個ROSS網 ROSS網 ROSS網 WANG 這個是我的數位 色彩管理老師 他強調數位色彩管理 數位色彩管理 就是因為我們的攝影本身 數位攝影是階調性 它的那個馬賽克一塊塊 形成階調 那最好的軟體 處理階調是Lightroom Lightroom上面有一個 直方 右上角一個直方圖 那個巨石狀的 你要學 就是進入 你要學Lightroom這個軟體 要學會把你的照片放到 Lightroom裡面去做直方圖的調整 當然你的照片拍的曝光越準 直方圖調起來才容易 我今天早上 我已經做色彩管理 街調管理 總共有256階 直方圖可以看得到你的街調有沒有很豐富 街調越豐富 越好 越接近傳統相機底片相機的質感 如果沒有這樣做 你用 你不是用 你不是用弱檔拍照 拍誰 你的JPG檔就調不出 那個最好的那個立體感